我叫葉毅君,我是台中人 我去年十月才來熊本 首先因為我進去的班級只有我一個新生 所以就是剛開始會比較不習慣 就是覺得會很可能不容易融入他們上課的氣氛 可是沒有想像中的困難 就是可能一兩個禮拜就漸漸習慣他們的上課方式 然後也可以很快的跟其他就生們 很快的就是打成一片這樣子 老師上課方式都是全日文上課 不過它會依照你不同程度的班級 然後會有不同的讓你理解的方式 讓你可以透過日文就可以去了解日文 很容易就可以了解老師在講什麼 然後也可以算吸收的 蠻紮實的啦 熊本YMCA都是小班制就是 一般可能十個人左右這樣子的 學校幫我們安排的公寓 附近就有很多可能便利商店也有啊 超市也就是走路可能五分鐘十分鐘就可以到的那種距離 所以算是很方便 如果房租一個月兩萬九日幣 然後算是還不錯的公寓啊 YMCA會有很多志工活動 然後基本上如果你沒有其他事情或者是還沒有打工 你可以盡量去參加學校的活動 然後可以跟當地的人互動啊或者是交朋友 每個禮拜會有一次繪畫的志工 所以我們基本上只要想參加的人都可以參加 比較輕鬆的上課方式在透過聊天來學習日文 就是在每學期的最後 老師會跟每個學生商談 那之類的就是要了解 YMCA語言學校畢業後的出路 你想做什麼 或者是看是要回國啊 然後進入專門學校 或者是直接就職也有 大部分的人都會選擇繼續升學 老師就會了解你的需求 然後就會再可能提醒你要注意什麼時候要報考大學啊 或者是該準備什麼科目來考試 首先我是在台中灣SAA知道這個留學的資訊 然後也有參加過幾場的說明會後才下定決心 想要來熊本留學看看 準備資料的過程中 就是一直跟灣SAA的專員們保持聯絡 因為要確保自己沒有漏掉的資料 或者是可能哪裡準備不周全啊 然後請他們趕快檢查完 再告訴我 然後再趕快去趕進 或者第一次出國留學 所以什麼都比較不懂 然後還好就是 專員們回覆的速度都會很快 所以不用擔心 就是服務上面很貼心 生活方便 然後環境很好 然後周圍可以玩的地方很多 而且上課算是輕鬆愉快吧 就是基本上只要你有興趣 然後想學的話 都可以很容易就吸收進去 然後成為日後可能你的助力之一這樣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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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